我是蔡英文 我是台灣人 被這個痛罵說他在搞民粹 那麼我們今天會讓大家看兩支袋子 一支是蔡英文的袋子 他溫和的說我是台灣人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給大家看 馬總統也喊過 而且喊得很用力 那為什麼他喊就不是呢 所以我們首先來看 蔡英文在英國拍的袋子 我是蔡英文 我是台灣人 來看一下不需要 1980年代我在倫敦政經學院 我的老師不斷的啟發我們 社會中有一條理性的道路 有一個扛起責任的政府 打造一個均富永續的國家 台灣要走向世界 我是台灣人 我是蔡英文 好這是蔡英文拍的廣告 就是因為這支廣告被罵這個民粹 那麼現在我們要來看的是馬總統 過去在幾次的選舉裡面 幾次的場合 他都高聲的說 我喝台灣水 吃台灣米 燒成灰都是台灣人 但是他都不是民粹 來 我們來看 他都不是民粹 台北市長一戰 代表本土議事的前國民黨主席 李登輝登高一夫 將馬英九送進台北市政府 馬英九千辛 你是哪裡的人 你稍微跟他講一下 好 好 我請 報告總統啊 我是 台灣人啊 我是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生台灣人啊 我是台北 芒果大人的 超強的台北人啊 父親馬赫玲兩週年近日 馬英九蛋的媽媽和姐姐一起祭拜 在為父親骨灰台上統一字眼消毒 我本人是吃台灣米 飲台灣最大的 台灣就是我的高雄 到底是哪裡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芒果大人的台灣人 我是吃台灣米 飲台灣最大人的台灣人 我燒成灰都是台灣人 選擇中台灣為決戰點 馬英九的最後一夜造勢活動 就在台中 我是香港出席 但是我是在台灣大人的 我是吃台灣米 飲台灣最大人的 我這一生一世都是台灣人 我不在台灣出生 我未來會葬在台灣 我燒成灰都是台灣人 需要順便查一下 弘以馬英九講台灣人 講燒成灰也是台灣人 不是民粹 弘以這是不是兩套標準 蔡英文只講一個什麼 我是蔡英文 我是台灣人 這樣就被罵成 原因很簡單 就像我前面講的 因為馬英九這次選舉 不敢講是台灣人 而且我真的很希望馬英九 你明天也講我是台灣人 兩個中央候選 為什麼一個講台灣人 要罵民粹 另外一個我現在開始懷疑 他是選舉敢不敢講他是台灣人 否則為什麼媒體 中國時報社論 聯合報社論 修理成這個樣子 講台灣人這麼多人在怕 弘以這發生什麼事 不到四年 那時候選舉馬英九到處講台灣人 現在蔡英文講個我是台灣人 弘以離選舉還很久 媒體就要砍成這個樣子 如果蔡英文講說我是美國人 會不會馬英九說 OK 大家沒有問題 他說我也是美國人 弘以我要講的是 因為拿中國的好處已經拿太多了 這次選舉你在講台灣人 你覺得胡錦濤可以接受 北京可以接受嗎 很多人講說去溝通一下 為了選上 弘以落在這裡 如果這樣弄下去 我不相信 我覺得這次為什麼反應會這麼激烈 是因為馬英九不敢講他是台灣人 可是我認為馬英九 你絕對有自由 講你是中國人 講你是美國人 我覺得馬總統你大聲喊出來 我絕對不會講你怎樣 搞民粹 是 後事 徐老師說馬英九最好講他是台灣人 我覺得馬總統你不要上徐老師的當 你應該出來說講台灣人是民粹 我絕對不講台灣人 我覺得他今天會說 蔡英文講說我是台灣人 他現在已經給你扣帽子說這叫民粹就是什麼 對 已經拿馬英九就找一條說 馬英九就不會說了 這是民粹 你知道嗎 馬英又沒辦法說出來 對 所以現在已經在替蔡英文講 為什麼以前他會講 以前他講也不是民粹 以前是拿來是表演要騙人的 所以我說這個整個已經看出來 為什麼他怕這個就怕說 現在大部分台灣人認為 你也要就太親中了 人家在懷疑你 人家在質疑你這個問題 他現在不敢說 他在加碼我是中國的台灣人 中國台灣省人 他就會這樣講 所以這個就是 中華台北人 我繼續要問一個問題 我來補充剛才那個 叫什麼中國省長不要來 馬英九說什麼 叫中國省長最好不要來 我請問你是總統 你幹嘛講這個話 你就直接說 中國省長不准來就好了 是不是 你就定下來 中國省長在我選前都不要來 不准來 不准他們來 你不可以讓他們敢來 他不敢 這馬總統的意思大概是 選完後再來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他不敢 他甚至有點哀求說 拜託你不要來 你來對我會有影響 有影響 我跟你講 你如果是一個國家總統 你有這個國家主權的觀念 你可以叫他們不要來 你為什麼不可以 就像對熱比亞這樣 對啊 其實我說處理好了 馬英九在說這句話 就是說叫省長那些不要來 他剛才還有一句 我有透過管道 請他們不要來 聽到我 透過管道請他們再 選前一段時間暫時不要來 所以要想辦法透過管道 不是參加孝勞老師說 不准你們來 不然就打了 這樣聽到嗎 是 好 馬英九這次進選的slogan 叫做台灣加油站 這個有沒有名粹 台灣加油站的不在 這個有沒有名粹 今天在批評蔡英文說 我是台灣人 我是蔡英文的人 那不要怎麼說 我是中華台北人 我叫蔡英文 那不可以這樣說 對不對 那台灣加油站有沒有名粹 當時他 李登輝舉著他的時候說 我是新台灣人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舊台灣人 我剛剛有給你客戶說 你在搞名粹 你是新台灣人 那我們是舊台灣人嗎 所以你就看 他們選擇性的民粹 選擇性的批評 為什麼 馬英九上台之後去台灣話 他把中東部的網站 台灣拿掉 他把很多 我們喬委會駐外單位的 這個台灣文化中心 把它改成中華華僑文化中心 他去台灣話的時候 他現在在競算說台灣加油站 如果用同樣的標準說 我是台灣人 是民粹的話 那馬英九你的進選slogan 應該是中華台北站才對啊 對不對 你也說你是台北人 你搬家出席 你也可以用中華台北 為什麼你要用台灣加油站 這個沒有明粹嗎 是 其實 說因為我是台灣人五年 已經是先馬英九一個水培 這件事可以證明說 兩個無聊團 在處理事情的管道比較多 為什麼說 如果馬英九平常心 讓無聊 可以把這件事淡化 這件我是台灣人意義大大 過去地南農化 我是東南農 我主張台灣獨立 剩英文經過二十幾年 不用這樣划 他表示說我是台灣人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管獨立的國家 他就說我是一個台灣人 如果馬英九你同樣是認為 剩英文是認為台灣是一個主管獨立的國家 你就不會那麼緊張 但是你自己心裡 你是中國人 所以才緊張起來 所以我看這兩個無聊 就差一分 這句我是台灣人 已經在全台灣 已經瘋癢了 下一個人在鄉村修宇港 有很多老市民看到 我也是台灣人 若敢化出來 這就是了不起的一個事都講出來 是 蔡英文沒有講過什麼